你,你谁啊 表姐不是说要来和我的双人库跑吗 你把我的表姐藏在哪里了 笨蛋表妹 我就是特子侦探一眼本尊 如假包换 这一皮肤实在太帅了 所以想要体验体验 表姐,前面不远处可是人家 你就不爱变红烧兔头吗 红烧是不可能红烧的 这种在我眼里都是小问题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先走一步 拜拜哦 试试烤鸡跳跳跳 这距离怎么这么远啊 你只要只好一个角度 我跳 哦,好烫 变成烧烤鱼了 小白妹,你行不行啊 一分钟不到就失败了 不再来 了解你可别笑话我了 我这不是失误吗 刚刚那都不算 一定是角度的问题 在导致我失败的 这口真多 和你换鞭吧 这次要是再失败 就真的要给笑掉大牙了 第一波就踩到岩浆里面 不过我还是及时爬到平台上面去 差点就死笑笑了 后面吃个面包加些血 临门一脚通过第一关 前面破火了不就是流红金沙吗 这一关直接起飞 就当布幕传王 准车都落在下一个弹调点上 就拨失她的屁股开花了 哇塞 前面是巧克力 我最喜欢吃的 我得尝尝是什么味道的 小白妹,你怎么不等我呀 你那么慢才不等你 还有这些巧克力这么好吃 新端新端 这巧克力可没吃太多 吃太多可是会掉下去的 这一关的方块会消失 了解你可要小心了 当心啦 我的酷宝技术比你好多了 我也要小心点 要是掉下去就成巧克力鱼汤了 你看我这种乌鸭子 说什么来什么 一秒过到学报间 没想到哥哥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表妹你又跑眼江澡啊 我呢是叫体验体验才没有失误呢 我从新来过也照样都跳过去 这不就回来了吗 表妹你又没有发现呢 这里居然被墙给堵住了 而且还有不少的箱子 难不成又有大事发生 这边有好多的武器 车压敢是做什么的 要求我打开来看看 啊,口疼 明明竟然堵着一只弓箭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躲手躲脚 这不是好奇吗 乌鸭的出口肯定只能从这里经过 看来免不了一阵了 冲啊,杀进去 不掉怎么那么多容颜巨挂 没事不要慌 我们不是有冲锋枪吗 你确定这冲锋枪能打得过吗 从不刀箱不入一万 表姐前面有一道门 要不冲过去吧 这么多关耗在这里也不是办法 看来还是得看我的小白图书赏 我说图书怪物啊 你来打他们 好呀好呀 我就喜欢表现这种自我负献精神 妈呀,这怪有点多呀 表妹,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表姐别怂了 待会儿小伙伴都要看几下我了 快给我下去 也得得 表姐太没出息了 直接升天了 还得看我小小妹妹的 冲过去拿的钥匙快跑 只要跑得快 这些怪就追不上我 总算是起来了 这关卡还太久了吧 别看这里只是简单的旋转方块 一定要注意速度 甩出去得不偿失啊 看着前面是没有复活点的 所以要小心紧实一些 一连串的跑跳 真是个五官站六项 难度多到五星啊 这里有三个门 只能选择一道通过 我小妹妹的运气 也从来都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里面全是木门 黑妈妈的 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 找到出口了 但是这个出口好黑啊 表姐我来了 我在这里等你好久了 怎么才出来啊 这不是在里面迷路了吗 后面这是什么鬼 要在水里找线索 原来如此 我先跳下去 你随后来吧 吸了一大口氧气 足够让我在水中唱油了 找啊找啊 怎么一个箱子都没有啊 真的 我怎么失败了 表姐我早就找到线索了 臭表姐仍然在忽悠啊 是的 不买